大家早上好 我是我介绍 我是孔教林姿 来自槟城 是CNZ Lin Jordan的下线 谢谢公司 这次给我这个机会 站在舞台上 我想跟那个18岁的螃蟹讲 我们同一个年代的 OK 其实刚才在 Miss Ma在分享 这Generation Y的特质的时候 我就回想起自己 诶真的咯 因为Miss Ma讲到 Generation Y的人 比较注重的是LIFESTYLE 很喜欢享受人生的 我就记得 很小很小的时候 妈妈常常就讲的 妈妈讲 你们现在很好命的 你知道吗 以前 妈妈小的时候 读完书 还要去巴桑那边 拿那个剩菜啊 剩鱼啊 臭鱼啊 这样子的东西 拿去喂猪啊 然后做到辛苦 他们一直手都起 一粒一粒的东西 跟婆婆 跟我的婆婆 讨部分钱 那我婆婆等刷鞋 就丢过去了 现在的人咧 现在人不是的 现在人给他 买HANDFUL的时候 弄到了 有没有真的 iPhone 就是开始有这样子的东西 真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以前说我也是的 但是因为家里 不是很富有 所以从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 会自己打工赚钱 就会开始自己做ODI 自己买LIFTOP 自己去国外 去中国旅行 去沙巴沙拉外旅行 到真正开始 会赚钱的时候 就要去做MASASHA 去做SPA 开始享受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每次 妈妈讲她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觉得 哇很佩服妈妈的那个 那个耐意啊 那个坚持度 但是我不会想管妈妈的生活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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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第二个 BISPONG讲的就是 GENERATION Y的年轻人 都是比较喜欢 Flex girl时间的 认识我的上线下线 都知道 我最大最大 其中一个做Icon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不想打工 不想给那个时间帮死 然后每个人 每次我跟打工一组的时候 分享的时候 我都会讲的 你知道吗 我最 吃饭的时候 因为那些打工人士 吃饭的时候 他们常常在打工人士 打电话过来 你给我订这个 叫我一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吃了 不要等 因为他们从 驾车从office 去到restaurant 再吃了东西 从restaurant去到 去回公司 是很长很短很短的时间 所以他常常就会 叫我打电话 打电话去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有我不要这样子的生活 我不要七点半起来 八点半开始要塞车 九点要到公司 punch card 十二点半就要punch card 出来一点半之前 就要回到公司 我不要这样子的生活 那个时候 我从我在大学的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问自己 我要做这样子的生活啊 出来毕业了 或我要做什么的工作啊 那时候真的是迷茫 因为每一份工作 都是要这样子的 看老板的脸色punch card 是不是 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这样子的 幸好那个时候 就遇到我的上线啊 我的贵人啊 就是Jonathan 跟Jasley 他们把我带进Icon 因为我今天在Icon 我的时间啊 是我自己control的 因为我今天在Icon 好 全马我都可以走偷偷的 去到哪里 就在那边认识很久 去到哪里 就吃到哪里 去到那里 就可以在那里 有自己的组织 而且好 因为我在Icon 我一年可以有两次的旅行啊 从07年我加入Icon 到现在好 我去不了上海 从中、韩东、广州、日本、韩国、阿里基尼、新密 下个星期要去西安 搞瘾了 在下一个 明年呢 就要去了北京 内蒙古 就像下一个次 学生跟我讲 会去到许子仁啊 会去到巴萨罗那 这样子的地方 哇 一年两次都运行 你知道吗 因为在Icon 我08年 毕业 一年我就开始可以突破五位数的收入 一年我就可以拥有 加着自己的Toyota BIOS 175千 白色的哈 因为在Icon 我上了两次的千人舞台 2009年我在北马 是ESM的Sharon 2011年呢 我是北马区域性的DCM Sharon 这一切一切都是因此没有做过功啊 不知道打工真的真的能不能做到 但是就算能做到 以我的资格的话 可能就用十几二十年才能做到 对对 但是在Icon 我08年毕业 今年一年我做到这些东西 好 下次谢谢Icon 而且哈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当我们成就了自己的时候 在Icon有一个东西是 打工一定做不到的东西 那个就是哈 跟我们一群的朋友 一群的相信 一群的组织 一起上台 一起被表扬的那一个荣耀感 我最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MCGM 呃 上舞台的时候 30岁 上了百万王冠 那个时候哈 他是带了50多个孝心一起上台的 50多个啊 都是台三级 对不对的 孝心啊 我会记得孝心一起上台 然后我就想像 我就想回 欸我看到他的结婚照片了喔 他的结婚照片好像是 整整群的兄弟 那个新娘车啊 都是整群的自己下线 而且那些车 不是租回来 不是借回来的 都是他的下线 自己拥有的那个 那个豪华车来的 然后 我想喔 这样子的村里我也要 这一切就是在 艾坎得到的嘛 就是那一个 等去的自己成功的那个 那些 最后最后一啊 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要的是 提早完成梦想 提早退休 我最记得当我07年加入艾坎 身上经理的时候哈 那个时候还很幸啊 身上经理的时候 上线就带我 刚好这样荣幸学生就 MMCCM学生就去到了槟城 那时候呢 就在 在驾驶车 去去见水生的时候呢 上线就跟我讲 哇 水生的话是我们的上线啊 他很给的 他都讲到艾坎才两年半时间 就已经快上了MCCM喔 他的组织 现在有超过30个CCM喔 当时 然后他的每个月收入是六位数喔 一年可以去旅行超过四次的喔 讲到他很多的很久 然后喔 他的大概也是很丁的喔 会军到今天为止 还是最年轻的百万网站的 那个记录保存子喔 你知道 我不知道学生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们是去Illand网站 我一去到 然后去到那个桌子的时候 看到学生的时候我就 哎 我的房间就这样 你是学生啊 然后学生就这样子坐着 会给你坐到反面 什么事 学生在后面看我 那学生就这样打我 什么事 然后我就反过去问 上线 他真的是学生的 是喔 什么事 我说蛤 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些成就全部 不是应该五六十岁的人才会拥有的很久 但是他经历的三十多岁到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时候的学生会去 三十多岁到了 就是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 尤其是这一次啊 当公司推出Generation Y的时候 不是给我们上线的舞台 他会给我们拍Alton Cloud 成为Cowler哥 Cowler哥 然后还可以有自己的Profile VCD 这一切一切的东西 只是为了帮助我们 站上Generation Y的舞台 你们办这个市场 你知道好不好 好 所以好 一定要配合东西的角度 一定要配合东西的角度 我们一起 勇办联系的这个市场 谢谢